初恋 这就小事 阿亮 阳光帅气的学长 小水女大十八遍的学妹 这就是学长阿亮 在学校的许多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这就是学妹小水 皮肤有黑的四眼高牙妹 谁在学生时代没有过暗恋 小水也不例外 她一直在偷偷暗恋着学长阿亮 小水对阿亮朝思暮处 小水不想却一直不敢表白 而学长身边也从来不缺少学妹 为赢得学长的好感 小水矫情脑汁 不敢有片刻松懈 小水为打架的阿亮送药 为阿亮知道她的名字 而大声尖叫 阿亮的每一天 小水都在甜蜜和心酸中度过 小水向学长送巧克力 但是却化了 为了让学长送她回家 小水扔倒了车钥匙 但学长带着别的学妹走 小水的闺蜜们为她做美容 小水有黑的皮肤果然变了颜色 但学长却说 怎么这么黄 学长 你这么吐槽 学妹很伤心的 老师组织的戏剧社 因为找不到成员 小水被抓包当演员 饰演白水公主 经过学姐的化妆 小水瞬间美上女护身 正当小水都觉得自己美美的的时候 学长说 又这样伸不刀的学长 学妹的心都要碎了好吗 不过学长就是学长 阿亮在舞台上上演了一幕英雄救命 小水的心又被融化了 当小水的白雪公主上演时 阿亮却没来捧场 当上女主角 心爱的人却没到场 小水的落寞可想而知 不过很快她又有了新机会 学校乐队指挥受伤 小水当选新指挥 她苦练指挥技巧 发誓要让学长刮目相看 当乐队表演时 小水正式蜕变成了女神 经验全场 同学们 珍惜身边的学妹吧 女大十八遍 都能赶上重新投胎了 小水有了许多慕名的追求者 其中包括阿亮的小伙伴 为了能接近阿亮 小水默认了小伙伴的追求 在纠缠的三人关系中 小水和阿亮度过了一段 岁月静好的时光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小水迎来了毕业季 她和好姐妹抱头痛哭 也许初恋真的只是一件小事 比她更重要的是 陪你一起成长的小伙伴 在小伙伴的鼓励下 小水终于向阿亮表白 做我的男朋友吧 可惜学长已经名草有主 小水的初恋 以表白失败告终 但她的感情 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其实阿亮也一直喜欢着小水 但因为自己的小伙伴 在追求小水 她不敢轻易表达 多年后 小水成了著名设计师 而阿亮也成了知名摄影师 他们再次相见 小水依然激动不已 她终于等来的学长迟到的告白 我一直在等那个人从美国回来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